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近日香港发生的集会事件 《创西电视》制作了不同的节目回应 大家可以收看关怀市民心情和情绪的平安在者城 如果想緊貼每日的最新發展 為香港祈禱 可以收看十字街頭 我門夫球 而這些節目都可以在 創世電視的Facebook重溫 逢星期四晚上11點播出的 外地球觀察站 就會緊貼香港人關心的話題 作出全面和深入的報導 今個星期就會跟大家說一下 什麼事實婚姻關係 平機會發出 《歧視條例諮詢檢討》 它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愛地球觀察站》 專訪在法律界有28年經驗的 柯廣輝律師 了解什麼為之事實婚姻關係 事實婚姻 就是說 當兩個人 他們的關係的親密度 是等同於一個二婚人士的時候 他們就應該是可以 拿到二婚人士的同等利益 是不應該受到歧視的 在節目裡 亦會解構平等機會委員會的 歧視條例檢討公眾資訊文件 婚姻狀況的內容 給觀眾對檢討的內容有更深入的認識 並且有中國神學研究院的類經驗 否則條例修訂會帶來什麼影響 譬如上課 老師可能就不能跟同學說 就是說這個小三小四是不好的 或者同居不好的 你想跟二姓一起 那麼結婚 甚至批評一些同性的 可能都不行了 因為有了這個法例的時候 法例就會保障 你就不能委託這些翻體的人 變成了 老師有很多傳統的倫理 都不能說 在10月31日 歧視條例檢討的公眾諮詢 就會截止提交書面意見 鼓勵大家收睇愛地球觀察站 對條例的檢討有深入了解 表達意見 另外 今集也會有抑鬱症的專題 訪問康復者的家屬 了解他們遇到的挑戰 吃了藥我們會覺得 吃了藥應該是好的 但應該覺得 他仍然有時會低落 他不願意起床 又不願意去工作 經常都說不舒服 要睡覺 當時的勢力我覺得 他不盡力 他會覺得會很失望 不僅是家屬 我們日常都有機會 接觸到抑鬱症患者 你又會否曾經用錯方式 跟他們溝通呢 究竟是否可以 就這樣說 你祈禱 你交託給神 然後就收到錢 這是一個 對他們來說 其實挺大的挫敗感 我們有怎樣知道 自己不開心 是否患上抑鬱症的精少 想對抑鬱症有多些了解 請密切留意 星期四晚11點播出的 愛地球觀察站 小女日漸長大 總有靈巢的一天 當人生走到這個階段 夫妻和子女之間 有甚麼地方需要注意呢 來到人生二線急救搜查 婚姻篇最後一集 加拿大學院傳導會的家庭生活 中文事工發起人 葛逸雲牧師和師母 會同大家否釋 當夫婦要面對子女長大成人之後 脫離家庭 家裡剩下兩夫婦 或者其中一人獨自生活時 會面對甚麼問題 例如在加拿大 我們發現到一個數字 很奇妙 就是這個50歲以後 我們稱為中年 離婚率竟然是最高的數字 比其他年齡的離婚率都越高 究竟有甚麼方法 可以保障一段婚姻 能夠恩愛到底 另一方面 當子女組織自己的新家庭 他們和父母 又如何維持兩代家庭的關係 我想首先不單止進入空巢的夫婦 她要了解自己面對甚麼挑戰 其實做兒女真的更加要力量認識 否則我會問 為何你這麼煩 經常打電話來 為何你經常叫我回去吃飯 其實在父母轉變環境時 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她很需要注意力 因為以往一直都注意 大家有很緊密的接觸 忽然間在地方空緣的時候 她好像周圍都沒有了人 想知道就記得要收看 《人生二線急救手冊》 星期四晚九點半播出 喂喂 你有對象沒有 我是說傳福音的對象 還在想怎樣傳福音 不用手 因為機會總有一個在你坐著 快點一起參加 一生最美的祝福音樂報道會 游愛基金 創世電視 香港聖工會 聖馬提亞堂 聖斐力堂 和聖約室堂合辦的 一生最美的祝福音樂報道會 來到元朗區 這次還聯同聖工會 屬下一間中學一起傳福音 我們希望能夠輕學傳導 所以能夠給家長 學生 甚至乎老師 都能夠有機會聽到福音 其實我們從教育的角度 希望學生能夠找到自己 I am 上帝的名字都有 I am What I am 如果一個人能夠找到自己 我相信他人生當中 面對什麼困難 都可以依靠上帝 可以報禍 所以希望透過報道會 祝福到這些家庭 我們教會在元朗 都已經超過70年歷史 一直在福音上的工作 我們都沒有停過 但是今次我們看到的 元朗發展得很快很快 所以越來越多人搬入元朗 我們聯合屬校 和兩間聖工會的堂會 我們一起在學校裡 開始我們的福音工作 我們讓的真是 由讀書開始 我們就先認識耶穌 外基金的創辦人蔣麗萍 就用他自己家庭的經歷 亦分享信主之後 一家的轉變 觸動到不少家長 蔣麗萍的兒子 說一些故事 她的兒子和兒女哭 兒子還沒生子之前 如果她妹妹哭 她就覺得很心煩 做妹妹出氣 然後她信了自己 聽到妹妹哭 又不同 兒子來到她身邊 放下所有東西 要測氣 哄媽妹開心 那樣 就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那些真態 始終我們都是家長 都有小朋友 大家經歷的事情都差不多 遇到問題都差不多 我都希望像她一樣 現在可以令到 可以很開心 我覺得她很大的鼓勵 給予人家 而且真是很令人知道 這個世上真是有上帝 而且真是會改變人心 就像你年少少 仍會一股灰燒水 馬兒子有的過去 一腳一腳 啼光粹 報道會也邀請了演藝人 鍾舒猛分享 她分享了 如何透過認識上帝 找回自己的真正身份 用新的態度 面對生活上的起伏 幾年我的經歷 我就知道真正你的身份 就是上帝的兒女 而當你是他的兒女的時候 你想想 地上的父母都這麼疼你 何況是天上的爸爸 我今天跌倒 是 我很蠢 我跌倒 爸爸面前說 我是軟弱 我真是軟弱 我是這樣 承認真實的自己人是軟弱 但是上帝如何令你剛強 上帝如何令你在人前暫白 上帝如何在你最不開心的時候 他會安慰你 他如何扶你 如何哄你 如何疼你 這就是那個見證 錯過了今次的報道會不要緊 因為未來又有全福音的機會了 一生最美的祝福音樂報道會 11月1日會移師到屯門區舉行 今次的嘉賓是無信軍 全福音的機會這麼多 你準備好未 影音視團特別舉辦 亂世不慌亂專題講座系列 第一講邀請到波道神學院院長 郭文慈牧師 從聖經角度 講解當代教會和基督徒 如何看靜教分離 信徒面對亂世 如何發揮影響力 11月1日晚上7時半 基督教明恩堂九龍灣堂舉行 如果你想支持創世電視的福音製作 又或者想跟貼我們的最新消息 快點打來31086048 又或者點擊我們Facebook吧 下集創世情報站再見 拜拜 拜拜